少奶奶到 各位老板 坐 坐 各位老板 昨天陕西机器支部局 宣布所有洋部降价 我知道各位 都在等我们京阳部厂的对策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京阳部厂不降价 你怎么加价 少奶奶 说句老实话 您的洋部 比机器支部局的品质要高出许多 所以 就算您把价格提高一成 我们也认 但是人家现在把价格降到三到五成 这我们可又在坐不住了 对啊 你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呢 我现在不降价 不代表以后不降价 只要各位坚持 三个月 不在机器支部局拿货 那三个月之后 我的价格比今天机器支部局再低五分 少奶奶 您这说话可算话 口说无凭 立约为证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们都得提前交纳定金 定金 交多少 交货款的一半 可以啊 我定一千匹 我要两千匹 我要两千 五万匹 我要两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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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承诺三个月之后降价 就把那些客商都绑住了 他甚至承诺 比我们现在的价格还要低 那些客商都是唯利仕途之人 立刻就签约了 那这段时间他卖得如何 大家都等着降价 所以京阳部长的生意也很萧条 但是他提前收了定金 所以还可维持 我向王爷夸下哀哭 说三个月之内拿下京阳部长 可现在看来 三个月之后他死不了 我们却危险了 我们还能维持多久 我原本算计着 把库房这些库存全部清销出去 就算亏本 还有银子进下 硬撑着还能维持三个月 可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 咱们才卖了几百两银子 这吧 最多维持几天 那我们 要不要另想办法 这事都还好办 回头我找沈四海商量一下 但有另一件事 让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事 王爷应该早就收到我的心了 怎么赵白石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兴许 方爷有更长远的布置呢 但也如此吧 你跟这些人说 你还不想要 这些人说 是不是 我都会被验 这算是 是 你再给你 我认为你 你再给你 我真够穷 我是真穷啊 日常河好不容易喘口气 后面还有一堆的坎儿呢 我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现在至少还可以喘口气 我是上气不计下气了 不行 你这次一定得帮我 杜老板 爱莫能助 沈思埃 你可别忘了 没有我 就没有你今天 莫齿难忘 那你还不 送客 我 我就没有 他 我 你 感谢观看